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战 今天的心情呢,非常的不开心 小情呢,又跟我闹矛盾了 其实呢,我跟小情一直就说是很和平相处的 我们两个就说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嘛 然后呢,本来已经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连这个是把彩礼啊,去那里拍婚纱照啊 以及的话呢,是把什么时候就说办这个酒席啊都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呢,现在为什么我迟迟没有心动呢 这个呢,还是怪我的前妻 也就是小九月 她一直呢,在纠缠我 让我呢,现在也很没难 所以呢,小情也对我就说非常的失望 觉得呢,我是把 在这个中间啊 在她和这个小九月 中间就说摇摆不定 觉得呢,我是不是还想跟小九月就说旧情复养 藕断失联的 是不是还想就说复合吗 我也跟她说过了 我说这个事情呢,是不可能的 永远都不可能了 我就说了,我说我哪怕不跟你在一起 我也不可能说跟小九月就说再复婚 因为呢,我知道我自己吃的苦 我心里面的苦呢,很多人呢都不理解 为什么是把我的生活过得那么的难啊 我为什么是把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呢,真的是咎由自取 我不怪愿合的人 很多朋友也说了,是吧 你跟小九月竟然啊,这样子为什么还不让她离开你们家啊 其实呢,朋友们呀,我说句心里面的话 不是呢,我不想让她离开呀 我自己我很为难啊 她一直在这里苦苦纠缠的 然后呢,是吧 还在这里就说惹是生非的 有的东西呢,不是说像啊 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处理 你们是没有遇见过 你们觉得呢,是吧 就离个婚嘛 那就匆匆忙忙的把东西收拾好,对吧 然后呢,就搬出去就行了 就结到欢喜了 那这段感情就算是结束了 就算是花上一个据点了 其实呢,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因为你们呀,没有遇到一个特别难缠的人呀 由言不尽,是吧 根本呢,就是不跟你讲道理 那你们看,她跟我讲过道理吗 根本没有讲过任何的道理 为什么说不讲道理呢 比如说我们两个就说在商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这个事情这样子不对 我说你这样子做的话,你这个行为不对 她就说一句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关你什么事 我凭什么要按照你的方式去做 那你们听这一句话 其实呢,有多重含义 第一点 就是说,我说不过你 是吧 但是呢,我也不想按你的意愿去做 我觉得你说的哪怕有道理 但是呢,我就是不听,对吧 哪怕你说的再对 你也影响不了我接下来的行动 就是这个样子啊 说说呢,为什么说我很为难 耍无奈啊 就比如说你借了钱给人家一样 人家就是跟你说,哪怕我有钱 我也不还给你,是不是 哪怕我过得再好,那我就是没钱 那你去起诉我嘛,你去告我嘛 我就是不给你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能说啊,这个东西你必须要给我 你来软的也不行,你来硬的也不行 那你不是只能说是吧 慢慢的走流程呢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 他啊,花了我的钱 然后呢,是吧 住在我们家不离开 我说你马上给我离开 这里不是你家 他说我就不走 我就要住在这里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拿他没有办法知道吧 你拿他根本就没有愿和的办法 你只能说 那你不走是吧 那你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说他现在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 但是他无所谓 他觉得 我在你这里啊 我男人就说不交繁租 不交水电费 我有吃有喝 你有时间是吧 你有钱了 你还能给我个一千八百的 你不给的话呢 那我就自己想办法 他每天是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 我管你给不给 但是呢 我想着从你身上呢 要拿多少的钱 他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说呢 小琴呢 一直说对我很失望 我说我让你失望了 但是的话呢 我自己也很难 我说你多理解下我 给我一点时间 是不是 我们不要因为就说是吧 其他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的感情 这样子没必要 这个风雨之后总会见彩虹 我们只要经得起这个时间是吧 我们总会就说过得好的 所以说现在我想着就说 怎么把小琴呢 就说要让你给我们讲 这才是重点